第十五 六 来了 你怎么没说 你跟小燕一起来的呀 害我还让大乔去接你 小燕 你没碰到大乔吗 碰到了 他走了 我是后来才碰见小燕的 走了 走 叶琛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你要是早一点路过的话 就能看到活的怪物了 找我 是活的薛灵乔 他还救了我一命 小植 你说句话呀 我没什么好说的 小植 我不是来找大乔麻烦的 我知道是谁 一百多年前放干了大乔的血 谢谢 现在这个人还绑架了萱萱 我希望大乔能出手救她 其实 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件事情 再来 是 因为 我的血 玩具 娘 娘 你快起来 娘 咱不能在这儿 会被抓住的 你还实在跑不动了 你就跟他们去吧 你要你别说了 我绝对不会丢下你的 看见他们往这边跑的 怎么跑不了 你们几个 那边这 你们跟我来 是 跟 孙老板 这院子里住了十来户人家 我叫人给你们母子 收拾出来了一间 也拿了一些旧的过碗瓢盆和被褥 你们就先住着 租金呢 就从工钱里扣 来宝 来 我们给孙老板 客帅就做了 不用不用 谢谢孙老板 别这样 折我瘦了 你们是薛先生介绍来的人 肯定错不了 你有绣花的手艺 来宝呢 人长得机灵 又能跑脱 我这铺子里啊 正缺一个你这样的伙计 你们给我好好地干活 就算是给我帮忙了 好 到里边看看 好 我可以 徐先生 谢您收留我们字 哪里 去收指购 以后我如物有效 做到您就之管是吧 爸 тай 谢谢 薛先生 您是一个人在这边吗 您的父母和家人哪 我父母去世很多年了 我现在是孤身一人 这世道动荡 能平平安安 团团圆圆的 也就是天大的福气了 再说 要不是薛先生您哪 我和莱宝早就没命了 大娘不用客气 举手治劳的事 不必总挂在嘴上 这些年来多亏了我大娘 隔三差五送些好吃的来 还帮我封补衣物 莱宝呢也帮了我不少忙 我该感激你们才是 也就是薛先生您哪 不嫌弃我们 要是大娇哥不嫌弃我们 我一辈子给您当牛做马 那你娶了媳妇呢 该怎么办 我娶了媳妇 那我就叫我媳妇 一起来给您当牛做马 那时候 这对母子的亲情和友善 让我感受到了 久违的家人的温暖 这年来的女人 你才为老的女人 我愿意说 你不愿意说 我愿意说 我来对你 立于你 你不愿意说 我愿意说 你不愿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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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乔哥 我听人家说 这个东西能把人的魂魄拍进去 是真的吗 一大乔哥说 他能把人像留下来做个念想 难道他还能恨你不着 就像画像一样只留下影像 耐宝 不用怕 那 那这个影像可以保留多久啊 会很久 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啊 不止一百年 来 拍照吧 来 颖 来 颖 靠近点 来 颖 靠近点 一 二 三 ications 涵 娘 薛先生 劲于不说话 来不 先照顾好你娘 娘 您等会儿 薛先生 这种劳病是没法治的 平日里有操劳 人是不中用了 我开了些止咳阵痛的药 一会儿你让莱宝过来去吧 我知道了 麻烦大夫了 莱宝 大小哥 你的那个羊儿医生朋友 可以救我娘的对吗 你说过的 人只要开场破读 就能救活的 对吗 莱宝 很抱歉 不 若 如果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大小哥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一直以来 没有大小哥办不成的事 莱宝 你心里很清楚 你娘得了肺劳 药食难医 生老病死 这都是人的自然规律 好好地陪你娘 走最后一程吧 你现在走 小哥 你自己的自然 wrestlers 我最后应该去 员起来 你因为她放在这儿 你为什么要杀职 我可以 其实不需要